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伯娘小薇 欢迎收看本周的伯娘QA 马上就是9月1号啦 嘿嘿嘿 偷偷问你们一句 是不是快要开学啦 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啊 写完的口一没写完的口二 老实交代 没有暑假作业的可以扣单 让我看看有哪些人和王小剑一样 总喜欢在暑假的最后几天 开始疯狂的补作业啊 如果有要出远门去上学的同学 也希望你们在路上能够注意安全 开学机吧 道理上总是非常的繁忙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好了 那么接下去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本期的翻牌子环节 可乐是只喵喵喵说 七夕这天怎么度过的 你看 我能说我被无数只蛤蟆给服务过了吗 什么玩意儿啊 全是给我发什么 咕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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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们是不知道 我那一整天 我的脑子中不停的 就是咕挂咕挂咕挂 仿佛一群蛤蟆在乱叫 你看看 现在弹幕里也是 你们怎么又来了 过了极了还来 停 还有很多小伙伴呢 把自己的微信译称改成了 七夕蛤蟆 然后我就根本不知道我是 到底在跟谁聊天啊 全都一样啊 我简直这一天就要清风了 我感觉这已经不是七夕节了 这是愚人节吧 你们是来搞笑的吧 更过分的事 有个小冷戏同学啊 跟我绣红包也就算了 还祝我单身节快乐 行吧行吧 玩还是你们会玩啊 还好傍晚的是 我去参加了一个 七夕节的上市酒会 看到了好多的小小哥呢 可开心了 也算是和很多很多人一起过来的 非常愉快的 七夕节 还指名爱说小微家里有多少个人 平时做视频的时候尖叫 不会吵到别人吗 我家里人不多 没几个人 如果王小剑也算人的话 那就算太一个吧 虽然我玩游戏太上头 每次都会 但是我认有自知之明的好吗 我每次都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然后我房间的隔音 为了做视频特别特别的好 放心 绝对不会吵到隔壁邻居的 他们根本听不到 爱你三千遍说 伴娘小微 听说你要这个赛季上王牌 你到底啥时候可以上去 这个 这个嘛 这些啥呀 这赛季才刚开始几天好吗 还早呢 而且我说的是挑战上王牌 那是个挑战 那都不一定能成功的好不好 跪在这个精神 跪在尝试 敢于尝试 去做那些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 但是我王小微也不是那么怂的人啊 说了上王牌 那肯定不只是说说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我在此立下flag 一个月内我必定上王牌 你们信吗 如果没上 惩罚你们想 好了你们就大胆的把惩罚抠在公屏上 我到时候看看哪个点赞最多啊 输了呢我就甘愿受罚 我王小微从来都从来重新的 你们懂的 故路不乖了 说小微姐好受怎么做到的 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又受了好几斤啊 上周不是跟大家说我要挑战那个什么 三天受五斤嘛 但是我挑战到这三天的时候 哎呀人家都亲起来了 亲起你们懂吗 哎呀不好遇嘛 所以呢在这个挑战的前两天我瘦掉了大概两斤多 但是第三天 哎呦不得不终止了我的挑战 但是呢总算下来那也瘦了不少对不对 所以呢我准备 嗯过两天再来他一轮 三天受五斤的挑战 嗯其实之前呢我也说过我的经验呢就是管住嘴 迈开腿 除非呢你是那种骨架特别大的天生非常壮的那种 不然的话一般都不会太胖的 而且我觉得吧也不用刻意的去追求瘦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健康的美而不是病态的美 像我王小微这一样啊 胖乎乎的也挺可爱的对不对 当然了如果有一些什么健康减重的方法 也会第一时间在我的视频中忍不住的分享给你们的 你们放心啊 跟着我王小微管寿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QA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所有给我评论留言的小伙伴 如果你也想参加到QA问答当中来的话 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所有的视频下方 进行评论留言提问 问题一定要 磋心的那种就容易被悬上 好吧 好了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